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夹住的娃娃 而她的身后 阿美又发现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去停车场救救妈妈 阿美想 那就好人做到底 把这一家人都救出来吧 她找到了停车场 在顺利找到娃娃后 又看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请救救那个人吧 她顺着娃娃指的方向看去 然后走到两个集装箱中间 在夹缝中看到了被囚禁再次的男人 男人无力的说着 救救我 阿美顿时惊呆了 而她的身后 一个带着手表的男人走了过来 在阿美的惨叫声中 她也成为了凶主的新目标 画面一转 水哥刚搬进这所公寓 晚上 她隐约听到隔壁有女生的声音声 她贴在墙上听了一会儿 暗自叹息 现在的人啊 都太疯狂了 第二天 水哥刚到家门口 看到隔壁的女生很不友好地看着自己 水哥猜想 原来 昨晚的声音是她发出来的 回到家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她打开窗户想查开外面的情况 正巧看到隔壁的女生出去了 那么这个声音就不是她发出来的 难道她囚禁了别人 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想 她来到那个女生家门口 挣扎许久 但还是退缩了 她刚转过头 那个女生正恶狠狠地看着她 而她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水哥直接吓梦了 隔天 水哥跟朋友聊起这件事 原来 隔壁的女生同样也听到了声音声 她以为是水哥囚禁了一个女孩呢 水哥猜想 这事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到了家门口 她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她随着声音四处寻找 结果在屋外的夹缝中发现了声音的来源 仔细一看 里面竟绑着一个女孩 而这个女孩就是阿美 此时 那个戴着手表的男人再次出现 画面一转 水哥和阿美已经同居许久 两人正商量着结婚的事宜 而那个戴手表的男人 却永远地藏在了房子的夹缝中 影片也到此结束 结尾的神反转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脑洞 好好一个悬疑片 结尾却成立志故事 果然 人不可貌相啊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公公住宅的恐怖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